在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海权联盟框架下,为了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特意美国亚太战略和亚太海权,2月11号,澳大利亚以500亿澳元的总价,同法国达成战略伙伴合同,其中包含澳方将从法国购买12艘攻击及常规动力潜艇,该潜艇为法国所预计和潜艇的常规动力行。 当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国防部长佩恩,同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共同出席合同签署仪式。 早在2016年年底,两国签署了一份政府兼合作协议NGA,建造12艘潜艇。 但双方因知识产权和保修期等问题,不断产生分析,外加可能超出建造计划日期的因素, 致使潜艇交易的合同,签订日期不断推迟。 合同最终签署也表明了澳大利亚急切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法邦代表在签署仪式上特别强调,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中,欧洲船舶制造业应该紧密团结,才可以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势力开展竞争。 中国船舶制造水平,于近年来取得参足的发展。 以邮轮市场为例,截至2017年年底,亚洲占全球邮轮市场20%的份额, 中国则占亚洲该市场40%的份额, 潜入年币更,市场潜力在亚洲乃至全球最大。 中国也在积极执行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努力实现邮轮国产换任务,不断减小采购成本。 客观来看,邮轮建造中,有近40%的技术可应用在。 其他船舶,10%的技术,可应用在城市增合体, 所形成的庞大产业链,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少贡献。 中国船舶业截至到2018年7月6日, 所接订单,手持订单和完工料, 也已超过了日本和韩国,远至世界第一位。 这位欧洲船舶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紧迫感。 同时多方分析称, 澳大利亚加潜均够明显要在太平洋地区, 尤其是南太平洋地区提升均是存在。 南太平洋地区上的贸易通道, 对以出口框产等资源为主的澳大利亚极其重要, 其提升均的水平是必然的。 如何和平利用太平洋,两国也都有各自的见解。 2018年11月9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中澳客携手通太平洋各个岛国进行合作, 并做优势互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和持续发展。 并称两国和这些国家, 是亚太大家庭的一份子, 相信澳大利亚也希望太平洋岛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澳大利亚政府也希望能同中国保持更为隐秘的经济关系, 并在太平洋气候变化, 这一严肃议题上, 和中国进行深入合作。 2018年6月7日, 澳大利亚利托集团, 同中国武匡集团, 还达成了勘探合资公司协议, 将在中国境内合作, 勘探世界级矿场, 两个集团互相持有公司50%的股份。 目前,我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7年12月, 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总额, 多达30亿美元, 同太平洋各个岛屿国。 家的贸易总额认为73亿美元, 是南太平地区的主要投资国, 和建筑国之一。 利润Dar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